第三十六集 沉住气 不日 如座针针的杨坚 终于盼来一位客人 彷徨 咱已经猜到 你最近会来的 杨坚高兴地说 诶 何以见得 魏国公高级一品 做了大司徒 他魏高权重 还能离了你 这位昔日幕僚 哎 话虽如此 彷徨叹了口气 他说 只是 做魏国公的僚蜀 意思并不大呀 那为啥 嘿 这你还不知晓 魏国公乃性情中人 他有时能采纳下属的建议 有时则是一意孤行 谁的话都不听 一旦捅出个啥娄子 手下的人 还不是又要跟着 一同倒霉了 哎 痴疑欠掌一掷 尤其是此次复出 意义更是非必寻常 圣上真正执掌了朝政 魏国公 又是圣上的亲兄弟 腰板更硬实 任内侍 即便有处置不周到的 哎 不也就一笔带过了吗 哎 其实也不尽然 堂晃环顾了一下左右 见无闲人 他才说 圣上看人 其实镜子一般 清楚着呢 这回呀 魏国公先是想当大中宰 圣上未准 他又要做大司马 掌管兵权 圣上亦未准 最后啊 给了他个比大中宰 大司马 更高的大司徒 位居一品 却是个荣誉崇高 而无实权的贤职 直到今日 魏国公还对圣上 窝着一肚子火呢 哎 又倒是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杨坚叹了口气 他说 你看看 咱这里 还不知道唱的是哪一曲呢 钟不响 庆不响 直至今日 朝廷连招呼都没有打一个 哈哈 哎呀 彷徨大笑起来 曾记否 你离隋州之际 还赞叹吴官一身轻的好呢 现在可是尝到 真的不当官的难受滋味了 哎 此一时比一时 情况不一样了吗 又啥不一样 咱看啊 都还是一个样 你以为撂倒了一个云文户 头顶上就是一片光明了 彷徨摇了摇头 咱今日就是来给你提个醒呢 好 杨坚一个激励 把身子抚向了彷徨 做出了一个洗耳恭听的姿态 昨日圣上 大中宰 大司徒 还有圣上之进尘 王鬼 遇到了你的副职问题 你猜 怎么着 杨坚思考片刻 他说 呃 大约是 二对二 打了个平手 怎么个平手法 你讲讲明白 咱想是 圣上和大中宰 揭决的 应该给咱一个相当的职务 呃 以让陈下施展所长 因为此二人 对咱有所了解 而另外两位 则不以为然 或者是抵制 哎 谬啊 彷徨道 咱来之前就猜想 此结果 定会大出你之所料 果真如此 杨坚 双目瞪的信源 他不能说 自己是诸葛亮 事实料是如神 但对人对事 他的某些猜想 往往都不会偏得太远 何况 今日猜的 还是有关自己的事 哎 其实啊 这死人之中 有三人对你 都有深刻的认识 对你不以为意的 仅大司徒宇文植一个人 昨日 大司徒从圣上的 盐寿殿回府之后 就问咱 杨坚真有 篡权夺位之野心和本事吗 啊 你是 咋回他的 杨坚一听 神色 异常惊慌与紧张 哎 咱说 杨坚 杨坚处事认真 能力很强 这都是有目共睹的 至于 是否有篡权夺位的野心和本事 咱还没有看出来 接着呀 大司徒就噼里啪啦的 把另外几位议论之语 都抖了出来了 杨坚越来越感到坐立不安起来 连说话的声音 也有点颤抖了 圣上难道 也认为咱有 谋逆之野心 哎 如果圣上 真是这么认为的 你还能安坐于此吗 彷徨继续的 圣上是想用你 才把你提到了 议事日程上 但是另两个人 一位是当今大总宰 另一位 是圣上贴心的金臣 却认为 你有极强的 智政才能 还会打仗 是个难得的文武全才 但是 却又认为 你城府很深 不可以位以重任 并坚决要将你 尽早除掉 一决后患 恰恰此时 只听屏风后 砰的一响 似乎是 杯盖什么的 砸落到了地上 把杨坚和彷徨 唬得脸都变白了 接着 只见独孤夫人 若无其事地 从屏风后 走了出来 哎哟 是嫂夫人您的 你可把兄弟 惊出了一身冷汗 彷徨松了一口气 瞄了一眼阳间 见其一脸的怨怒 独孤夫人 则笑吟吟地道 看呐 你们只顾讲话 茶都凉了 奴婢去提湖水来 给二位 换杯热茶 算了算了 你叫下人 都别往这边来就是了 杨坚 见独孤夫人离去 转而 对庞晃道 哎 他呀 对咱的付出 比咱还要心切呢 哎 能够理解 夫人是个明白人 才会这么关注 兄的前程 哎 咱最大的意外是 走了一个 对咱猜忌的大中仔 再来一位大中仔 依然还是这么可怕 在隋州 咱见 宇文献功儒雅 廉洁 处事稳重 似乎不像宇文护 那一类人呢 西阳宫 的确就是你说的 那样一个人 不过啊 说来说去 都源自 你太能干了 彷徨 画龙点睛的道 邓云飞呀 你做的滴水不漏 是前来查案的他 大为惊叹 最后 不得不违背 原刃大中仔的心意 杀了邓云飞 手下一杆人 他对你的所为 印象太深 目下 他做了大中仔 则不得不有所防范 甚至 想到要拿你祭刀 以绝后患 可圣上 为什么要坚持用三呢 这就是人与人的不一样啊 彷徨感叹道 圣上雄才大略 方干启用 禀赴卓一只 依助他完成大业 你看他周围的一杆进尘 王鬼也好 永文孝博也好 尽管他们原来的职位 都不是很高 年龄呢 也不是很大 可哪一个 不是能文能武 才花横溢之辈呀 沉默良久 杨坚 终于开口道 老弟 今日来得真是太及时了 不然 胸还蒙在鼓里 以为羽绒一倒 就前景一片光明了 不过 转眼一想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就是 仍把齐阳宫 当作是羽绒护赛当政吗 咱既然已经隐忍了三年 再那个三年五彩的寂寞 又何妨呢 对 此就是胸之过人处 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当然了 当下与过去比 也还是有差别的 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 过去羽绒护士一手捉天 凌驾于天子之上 当下 圣上已经手握全权 而他是欣赏你的 他不答应拿你试问 谁也撼动不了你 堂晃 稍稍地停顿了一下 他又说 眼下 受宇文护压制 冷落过的一干人 都在一窝蜂地 忙着各找门路 争想上位 可是啊 等到真正要出兵打仗的时候 你再看看 能有几个人 会拍着胸站出来 为圣上两肋插刀呢 因此啊 当务之急 就是要沉得住气 心急 吃不得热汤圆呢 好 就是这个话 杨坚的情绪 也随之高涨起来 那 弟就告辞了 就别相逢 且又是在家里 能不能痛饮几杯 改日吧 兄弟刚从香州 到大司徒府上 还是小心 谨慎点好 杨坚送走了 彷徨 都姑夫人 就跟了过来 杨坚埋怨她说 你呀 也太心切了 幸亏彷徨 不是外人 否则就更难堪 甚至捅娄子了 哪能不及啊 你的事 还有希望吗 你刚才 不是都听到了吗 一切从头开始 从长计议 杨坚用平和的预调说 从今日起 府上的人 都应该像过去一样 尤其是你和我 更应该沉得住气 否则 整个屋子的气氛 就都不对了 杨坚说罢 便大不留心 朝后院走去 他已经有两日 没去看师父了 志仙师父 自从入了杨府 杨坚就把宅员后面 原来住下人的 几间房子 腾了出来 仍访 幼年与师父住过的 静水庵 重新做了 翻修改建 并另配厨子 让师父和若水 按僧人的习俗用膳 在李顺 若水和下人的照料下 志仙的身体 日渐恢复 几个月后 便能像过去一样 清晨起来 在院内 施展施展拳脚 每日用过早膳 还能给若水解读经文 午膳以后 则是他独自修行的时间 就这样 日子过得安逸而充实 杨坚呢 则因为需要 侍候母亲的疾病 常要去母亲那边 但是只要有空 他就会过来 陪师父说说话 平日里 表面看似平静的志仙 内心并不安宁 他最顾念的 依然还是杨坚 这位一家之长 而今心挂几头 忙的却都是些 婆婆妈妈的事 长此下去 意气不就 日渐消沉了吗 还有李顺和若水 两个人越来越亲密 一个僧尼 与一个大后生 不明不白地来往 长此下去 不成体统 师父 杨坚行过礼 走进房 两日没来看您了 近来过得顺心吗 唉 你来得正好 有点事情 正想问问你呢 师父望着爱徒杨坚 舒心地笑着 正在房内 听师父讲解经文的 弱水 起身为师兄 弃了杯茶 汗手打了个招呼 就出房去了 哎 丫鬟呢 咱不是为您老 配了两名粗食丫鬟吗 咱已交还李顺了 让他派别的用场了 至先伸了伸胳膊 他说 看 咱已经完全恢复 还使唤下人 身子骨 反而不受用呢 杨坚 坐到刚才 弱水座的位子上 他问道 您老有啥事呢 说吧 咱听说 那个老对你使坏的 大肿仔 已经遭到诛杀 可时至今日 却还不见 您有何动静呢 就这事 嗯 至先点了点头 目不转睛地 望着弟子 师父的问话 也是彷徨到来之前 隐藏在杨坚 心中之快乐 可官场上 错综复杂之事 又让局外的师父 一下弄明白 却不容易 亦没有此必要 他想了想 方道 师父 您回赠给 徒儿的那把宝剑 徒儿至今 还挂在书房中 您当时的 遵遵教诲 徒儿 一油言在耳 行 有你这句话 咱就放心了 搁在鞘子里的剑 时间长了 一不留神 也会生锈的呢 师父是怕你长期待在家里 折损了锐气 失去了锋芒 接着 志仙才转换话题说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 李顺和若水之间 有点不对劲呢 不是不对劲 是太来劲了 杨坚笑着说 若水过去叫咱大师兄 现在也是这么叫的 可是咱前日却听见 他叫李顺 不再叫二师兄 而是叫顺哥 这味道 就大不相同了吗 哎 是啊是啊 志仙师父笑着问道 那你打算 怎么处置这件事啊 嗯 咱看他们都不小了 不正好是天生一对吗 是否 就让若水还俗算了 不知师父散不散成 那好 此事不宜再托 这样吧 你找李顺挑明白 咱来找若水 行 杨坚走后 若水不一会儿就进来了 师父立刻把话挑明了 你是喜欢上了李顺了吧 若水的脸疏得腾起了一片红云 他没有吱声 却已经分明回答了师父的提问 你俩 你俩若能走到一起 师父会为你们高兴的 不 不不 若水扑通 跪到了师父脚前 泪如雨下 啊 至先大火不解了 已经好到这个样子 他还没有向你表白 若水摇着头手 他早就说过要去咱 是咱没有同意 为啥呀 咱对他说 咱今生今时是离不开师父的 而且师父和咱都离不开府 因此 在于李顺哥哥 亲手是没有缘分的 那李顺咋说的 他啥都没有说 只是点了头 说到这里 若水泪流满面地抬起头来 他接着说 师父 这里不能救助了 我们还是走吧 与此同时 杨坚把李顺叫到了书房里 直接了当地说 你和若水成亲吧 咱和师父为你俩作媒 正婚 挑个日子 过几日就正式办了他 免得老师牵肠挂肚的不踏实 李顺叹了口气 却道 咱与若水 今生已经没有了此缘分 只看来生如何了 为啥 李顺悲欺地说 若水不肯离开师父 咱孤儿一个 也是师父拉车大的 而今 师父吹吹老矣 咱也不忍心把若水 从师父身边夺走 这算个啥理由 杨坚有点火了 你们成了亲 都在一个院子里住 就把师父扔到一边去 不照顾他老人家了 问题就是在这里啊 李顺说 师父和若水的心 都不在这屋子里 而是在庙堂佛国中 不知道哪一天 他们就会远走高飞离开此处 啊 杨坚瞪大了眼睛 咱咋不知道 你怎么也没有和咱说一声呢 他们其实也没有明说 咱也只是猜测 你想想啊 如果不是这样 若水为啥要拒绝咱呢 杨坚也尽了声 那边 无论志仙怎么劝说 若水就是不肯让师父 一个人离开杨府 无奈之下的志仙 方改变主意 暗中与若水商量 并做了离开杨府的准备 但是 人算不如天算 一个意外情况的发生 彻底打乱了志仙 和若水离去的筹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